AIBC题材再起 红基看起来很标 老师有什么个股可以推荐吗 红基今天走势真的非常的漂亮 今天一度涨到7% 所以我告诉大家 AIBC题材又来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你要注意不要去追高价的个股 像你在过年之前 像技嘉已经涨了很多 像广达已经涨了很多 都开始出现回档 你一定要找到落后还没有涨的个股 像是红基今天涨势非常强 而且红基是之前没有涨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做关注 再来是什么华硕 还有另外一档个股 都是属于之前过年前没有涨的个股 这几档个股你可以来做一个参考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方颖 让我们欢迎万向和万老师 好大家好 在智能的新时代下 AIBC题材再起 那有哪些个股是值得留意的呢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AI的部分 AI我们有一阵子没有来提到 但是其实最新AI 尤其在我们过年期间 美国股市AI涨得非常非常的凶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聊 不是聊中那些涨了很多 我们要聊什么 聊落后还没涨的个股 譬如说像什么 我们今天有放上红基 有放华硕 今天来看一下这些还没涨的个股 其实未来都有机会涨 所以特别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来看一下红基的部分 红基的部分是什么 最近叫什么AIPC 那什么叫AIPC 那我们知道去年是什么 AI元年 那当时像这个Chart GPT 都是在云端做运算 可是未来可能 就是你的电脑 甚至你的手机 都能够直接在上面做一些 简单的AI运算 其实这个已经非常的惊人了 那未来可能各种各式各样的家电 可能都会持续的做延伸 但是第一个要什么 第一个就是电脑的部分 未来电脑能够帮你自动处理 非常多的事情 尤其是你给他一个讯号 给他一个指令 他就能够自己帮你完成 所以未来AIPC 尤其接下来可能换基潮 陆续会出现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PC产业 又开始重新出现 这个带动 那今天其实看到什么 像红基前一阵子 没有什么涨 对不对 前一阵子像这个技嘉 在过年之前已经开始涨了 但是红基都没有涨 但是今天你可以看到 红基今天开盘的时候 直接涨6.3% 所以整个表现是非常的好 而且红基 跟大家讲 其实连续七个月 都持续在做一个增长 所以非常的不错 那大家其实这个红基总织长 也有在这边提到说什么呢 AIPC终端用户的体验 未来会具备独特的优势 所以未来会有更多的人 来使用AIPC 那我也提到 AIPC的换基潮会带动什么 整体出货量 开始逐渐的往上做个提升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红基 其实红基大家看一下图 非常明显 像之前技嘉已经涨了非常多 很多老师还在持续告诉你 这个技嘉一直在讲这个部分 但是其实一直涨一直涨 现在能够进场吗 我一直讲过一件事情 这个个股价钱越高 你越晚买会怎么样 其实风险越高 所以不要一直去看那些 已经涨高的个股 那来看一下红基的部分 是不是在去年六七月份 涨完很大一波 你看从哪里 33块涨到56块 涨了非常多 然后又出现回档 回档之后 就没有再往上做伤口 是属于比较落后 所以这样子的个股 是你未来在AI上面你可以选择 假设我现在想要进场 尽量去选择一些 还没有涨比较落后的族群 落后的这些个股 那基本上其实我跟大家讲 像这个红基的部分 未来能不能涨 其实你可以看今天动能就出来了 动能整体非常的强 所以我认为这个56.3 这个在之前这个 去年的这个高点 是有机会来做一个挑战的 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 上面其实56.3 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些 当时很多人在这边被套牢 所以接下来涨上来到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 会出现震荡 这是你只能做留意的 再来是华硕的部分 华硕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 你看今天动能开始转强 但是华硕跟红基有一点 不太一样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他502 他上一波去年的时候 涨到这个502最高的位置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其实在上面也没有太多的卖压出现 是有一些人做获利咬结 但是其实你可以发现回档的幅度也没有像红基来这么深 对不对 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像我这边画两条线 目前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高档做一个重新做一个整理 然后今天再度转强 所以他接下来还是有机会能够再创高 你不要觉得说500块好像很贵 好像接近500对不对 你觉得很贵 但是其实你想说以前才多少钱 但是不能这样比较 未来会涨到哪里都还很难说 而且这个题材会持续做发现 而且华硕的强项是什么 他还有这个AI的医疗影像 而且目前预期在今年2024年 会重返成长的轨道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做一个观看 那再来是这个人保的部分 人保份其实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人保也是属于落后的 人保没有像技嘉之前大幅度的上涨 你看人保也是落后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地方 也是在去年往上涨了之后 出现回档 回档之后 也是在这个地方重新做一个横盘的整理 但就在什么37.5到35之间 对不对 那边画两条线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虽然说这个人保一月份 它是因为受到淡季的影响 这个季减7.9% 但是实际上其实人保的部分 你会发现 AI这几个都是相关的 都是比如说宏基 华硕 人保都是属于传统的电脑产业 但我跟大家讲 其实他们都未来 只要一个开始上涨 都会开始出现一个联动的状态 尤其是未来 这个你看人保其实也在今年 也要来拼AIPC的换机潮 所以都有机会能够持续往上做一个带动 大家可以持续来做一个追踪 谢谢万象和万老师 那记得追踪老师的LINE AD跟Telegram 财经即时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欸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